這個是void void 即是無效的陷藥 缺少了異仗的必要條件 就是無效的 void 是 one no legal effect from its inception voidable is the one that may disavowed by one or both party 其他一個都可能會取消 Example of voidable contract is one that someone signed while intoxicated 有個人醉了的時候 他簽名 那這種就叫voidable contrary of minor it can be voidable 小個十八歲可能都可以的 除了void 和voidable 之餘 我們還有ununforcible 即是執行不到 所以合同我們首先有valid 這個字 這些是經常考的 然後void void 應該在這邊 voidable 就在這邊 ununforcible 就是執行不到 那ununforcible 我們經常都要記住 如果他不是in writing的時候 那就是ununforcible的了 voidable 我們要記五樣東西 第一就是fought fought 欺詐 第二就是duress 恐嚇 第三就是壓力 manage manage 那 那 第四就是undue influence 即是說影響 即是一些不當權利的影響 那 undue influence 那如果我們那個題目有這些字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去voidable 那就可以了 而valid 沒有東西 即是那個合同是valid的 那這四種的方法 是我們 這四種的方法 是我們去看一份合同的 我們很多字是形容一份合同的 那除了這四種方法之外呢 我們亦都有一種叫做uninatural 即是單方面承認的合約 即是單方面 那它的相反詞呢 就叫bilateral 雙方面呢 一定要同意了 才可以的 那 例如說哪些合同 我們所有地產的那些合同 一定是bilateral的 但是有哪些是單方面的呢 那最常用呢 我們呢 考試呢 就是option an option is a unilateral contract 給出來一個option呢 其實呢 是一份單方面的合同來的 是沒有人 決定要 還是不要的 那 另外呢 現疏公司呢 其實做那些保單呢 很多時候都是unilateral的 因為它 當過了兩年之後呢 不可以單方面取消的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還有在形容一份合同 我們呢 是會用一個叫做executed executed呢 就即是說呢 是已經完成了 合約呢 已經完成了 完成了 就executed executed executory呢 就知道是進行中 那我們見到ory嘛 ory 其實這些呢 都是進行中的東西來的 進行中 進行中 即是說呢 現在那個合同呢 可能那個合同呢 是有三年期的 一年 2010年開始的 2011年 未完成而已 因為各方面都進行著這個合同 2013年呢 終於呢 要做的事情 全部都建好樓了 做好了 錢50萬又過去給它了 所以這個呢 就叫做executed 那形容一個合同呢 就有這些這樣的字